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是没有错的 韩国瑜翻脸说 谁说的 然后遭到韩粉攻击 而且甚至到威胁他小孩 因为你知道 黄光瓶他为了生小孩 受尽了痛苦 然后没有办法生 然后领养一个小孩 是真的似如 真的他的生命一样 那你说到这样的时候 人家问韩国瑜说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这个黄光瓶 韩国瑜竟然说 等他心情平静一点 我再去看他 然后从头到尾 也没有去看他 而且还把他的钱侵吞掉 因为那个钱 就是说著作权 有著作人格权跟著作财产权 就是说今天我可以说 好 版税你要签 版税你要拿 但这本书还是属于我的 不管是全部你口述也好 只要这个句名是我写的书 那这就是我的权利 换句话说 你不可以去把我的电子版权 要拿走 海外版权要拿走 那你明明就拿了这些钱 然后拿到 通常是给一半就是 他三万本给一万五千本 那他硬要两万本 结果要了一百万 事实上还有五十万 汇进来没有错 然后他说要捐 结果捐了三十万 然后也就没有下场 最重要是说 他说我干脆不出了 换句话说 那连让黄光瓶自己 要再出版这本书的机会都没有 一个作者的书 我写的可以让很多人看到的 你居然就啪一下子 把我书停掉 这真的是恩断义绝 所以黄光瓶去问他这些问题 所以你就要想到 你什么人最可能让你致命 就是你本来当做朋友的人 想必你当初对他说了很多 有关的事情 你是说他今天问他 什么戴小姐出场 所以他应该手中是有所本 甚至是证据 我觉得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 包括杜梓辰也说 什么私生子的问题 所以而且也有人认为说 吴敦义也晓得这个事 所以现在越来看这个局 私生子 看这个趋势越来越有可能 就是说到时候根本 就不把韩国瑜放进去了 如果以韩国瑜这样做下去 因为太过分了 你譬如说杨秋青求官 就算他求官 他怎么会求25个官呢 是不是有这么大牌的吗 我帮你一个选举 然后说我要用25个人 那显然是帮你提一些人选帮忙 让你熟悉高手市这种团队 哪些人他们的专业领域是什么 要不然你不熟 你刚来 是非常好意 我觉得是很好 对啊 怎么可能说我去求25个人官 所以他整个这种做法 就是说他不断地在制造敌人 不断地在孤立自己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办法 好好回答那些话 因为没办法回答 因为只要回答 他不能要不然你就说 可是就是他的 试涉他的人格跟操守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回答 外界认为是无论的事情 那如果 那不然就无论啊 好好好 无论 那去就像刚刚讲的 去酒店算什么 那以前的立... 韩国瑜自己也承认 他在当12年立委的时候 就是花田酒地啊 就鬼混啊 根本都不问证 有时候一年咨询不到一次啊 对啊 这些都是事实嘛 那有什么好复认 所以他只好转移交点 去念心经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把注意力 放到这个心经的上面来 所以我是觉得厂商 可以赶快出一瓶酒 就叫韩酒 然后标签上面就贴心经 高粮酒这样 然后再喝以前 就心经念一遍 然后喝一口 那一年我们一起当立委的日子 来 姚老师 你跟她是同期担任立委 昨天姚老师说 她不回答是因为 试涉的见证者可能太多了 那一年我们一起当立委的日子 来 姚老师 你跟她是同期担任立委 昨天姚老师说 她不回答是因为 试涉的见证者可能太多了 刚刚你讲破窗理论 对不对 同样是不是反映在这里 如果一旦她 没有据实回答的破窗理论 可能见证者一脱落口 全部都不出来 姚老师是这样的考量 所以选择不回答吗 姚老师 对啊 她知道 其实任何人看到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影子 这个问题不会问得这么具体 有没有出场 谁付钱 因为通常你去询问一个 上酒 她叫酒店吧 酒郎 酒郎 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她就问一个 问一个人上酒店这种事情 她可以很多种问法 对 她不会问得这么具体 说谁付钱 太多了 就表示 太多了 太多了 她还问她说 你带几个小姐出场 就表示 有没有付钱 对啊 有没有 就表示有人为她付了钱 而且黄康琴应该知道 什么样的人为她付钱 甚至于知道她带了什么人出场 说明这些人都有 她甚至于还暗示 以前跟你一起做的委员们 那都是证人嘛 那些小姐那些女生们 应该也都可以做证啊 黄老师你会是证人吗 你跟她同一起 你会是证人吗 不是 不会啊 黄老师应该不喝酒吧 我永远不会是证人 因为连酒店的名字 我都不晓得嘛 那更何况 这证人就算 就算她事后讲 可能我们这种间接都不是 我觉得黄康琴 讲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具体了 我再讲一个那个非常具体的 3700等于3200加500 这个没有一个数字 就是假设这是钱 假设这没有一个背景的具体捐款 或者是现金A钱的这个内容 假设没有 这个问题问的是没有意义的嘛 3700等于3200加500 她就表示她连数字都告诉你 我大概掌握到这么具体 她一部分是支票 一部分是现金啊 很明显 这一定是两样东西 加在一起 总价是3700块钱 怎么会有人这么蠢用支票 支票很好查的 这个就是 她敢讲就一定查得出来 敢讲就表示 这未来你只要敢回 所以黄康琴的态度很清楚嘛 韩国瑜当然也很皎洁啊 因为他知道 他不能掉进去否认 一否认他就另外出一个东西 一否认就出另外一个东西 他就赌 被刑警 他又躲绕的躲 等你再下一次的出牌 可是再怎么躲 躲不掉啊 因为这么具体的控告 我这样讲好了 这个具体的控告 并不是像今天 这个孙大前讲的四路人马呢 事实上孙大前讲四路人马 他唯一忘掉最狠毒的一路人马 忘掉了 就是韩粉呢 韩粉杀人 韩粉 寸吵不了 韩粉对安 韩粉杀过来 哪里是任何一路人马可以比你的 是 是 苏大前怎么不提提看 韩粉从黄光晴 不管哪一个人 包括在座的 大概没有人没有被 对 陈希脉竞选那个时代太多了吧 对吧 所以 所以他还讲人家四路人马 攻击韩国瑜 批批批批判韩国瑜 他为什么不算一算 包括他的这种韩粉 怎么样的去批判别人 怎么杀得寸早不生 今天人家黄光晴 轻描淡写的 慢条思理的 一句一句的质疑 这些每一个问号 我都觉得是一个指控 韩国瑜跑不掉的 我觉得他这些迟早会慢慢揭露出来 钱是一块 那些行为规不规矩是一块 这些我相信应该 未来都还有很多消息会避露 我觉得韩国瑜他 他应该会说他都忘记了 因为他蛮健忘的 你看 他明明是在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违规写黑函 攻击别的候选人 所以被党部取消他的立委选举 初选资格 他居然还敢 明目张展还开口说 你看当立委哪样 自己放弃不当的 这种事情 普天皆知的 这种睁眼说瞎话 可以到这个地步 所以到时候再怎么问他 我忘记了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这一段 你有点不清楚 可以调出在YouTube直播 调出昨天 坐在中联会这个位置的王瑞德 他把时空背景 拉到当时这个选区里头 有张庆忠 有李庆华 分别说到了黑函 黑函的状况底下 让当时党主席跟秘书长 非得撤销 他的立委参选资格 是被撤销 现在说 我人生走到这样一个境界 当时是我自动放弃 所以根本被狠打脸 在晚上将近十点钟 马上连线到美国纽约 给知名的政治评论家 陈破空腾时 我们也欢迎汪洁敏 加入我们讨论 对于川普来讲 华为非常的危险 川普总统认为贸易战 机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了 他认为 华为的争议 纳入跟中国的贸易协商当中 那川普认为 预估很快落幕的结果 根据一下 入透社的一个报道 川普是在白宫强调 从安全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华为所作所为 相当危险 假如我们最终 跟中国达成协议 华为有可能被以某种形式 包含在协议当中 所以川普他预估 跟中国的贸易战 应该就要落幕了 好 这是上周一直到现在 美中贸易大战 这高层没有积极的 互动的状况底下 显示一个最新的态度 当然今天等一下 温朗东也要告诉我们 那任正非 身为华为的创办人 华为内部是什么样的情形 而中国撑得住吗 现在习近平面临到 这样一个态势 政权会不会再次被撼动呢 当然今天还有一个 两岸局势 包括在国际局势来讲 台湾处在一个非常 微妙 关键 而且是紧急的状况 回心转意 就是萨尔瓦多的 总副总统 不排除跟台湾恢复 邦交的可能性 这代表什么 台湾是非常的重要 在这一阵子 不管是美国的卫生部长 在国际场合当中 替我们发声 或者是在外交国防 中议院的外交委员会里头 要求国务卿想办法 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华为的最新态势 所牵动台湾 你究竟要成为 美国队还是中国队 但是我想请教的是 敏鳳 刚刚提到的 所谓的四路人马 全面在追杀 我不知道追杀 他有没有一股势力来自于 正在进行当中的媒体的力量 我们先来看今天联合报 我先举着两大报 联合报的头版 下面 专访的是韩国瑜 没有坐在头版头 你看这个联合报是今天的 怎么迎科 韩国瑜冒号 蓝绿推最强棒 依我们对新闻的认知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新的点 标题没有新意 那一般你要做到头版 没有新意的状况底下 这样的考量是什么 还是说重点是在里面 那重点如果在里面 你应该把它提到标题来 至少在标题我没有看到 那我看到放在 接下来放在A4版 在这里跳到这里 没有到A2版 在A4版 那你看联合报的一个头版 很有意思 苏启成案 调查报告 外交部没有查明 谢长廷言行违法 苏承受外人 不知之上级压力 监察院纠正外交部 我看了整个文章里头 里头的 马英九时代所提名的监委 主张纠正外交部 可是蔡英文所提名的监委 是反对的 监察院纠正何其多 可坐在头版头 很有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中美的贸易大战 刚刚他专访 韩国瑜的部分 没有坐在他的二版三版 是放在A4版的头条 中美贸易大战升温 韩国瑜说台湾可以学瑞士 学瑞士 他说瑞士也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那真相不是这样子 瑞士早就是联合国的重要的会员国了 我们看中国时报 昨天汪洁平告诉我们说 中国时报在昨天 完全没有韩国瑜的新闻 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好不好 来今天头版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吗 美国介入民进党的初选吗 是这样子吗 好 蔡三远的执政 我们看到 在二版 是民进党的新闻 我们看到 仔细看 所以头版跟A2版都没有了 来我们继续来看 来 三版 四版 没有嘛 对不对 完全没有韩国瑜的新闻 四版没有了 来看五六版 华为的事件 OK 这台股恐怕会杀破万点 已经六版没有了 已经七八版也没有了 接下来看 在这个地方 突然A15版 出现一个 韩国瑜要想清楚 当 项羽 或刘邦 来 我不知道 是有转向的吗 你秀决出什么来明报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几天来看 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你看到联合报 我在联合报待过 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像是一个 所谓的 来营最强棒的人选 他一定是头版头的 何况监裁院那个案子 是没有定论的 就是说因为 他的内部的意见 是不一样的 那你把它拉到头版来做 当然是他有他的目的 但是问题再怎么样 也会去promote 所谓蓝营的最强棒 那你再看说 他后面就弄成A4版的头条 弄一个 大家不晓得看起来 什么瑞士这个东西 不晓得是跟韩国瑜 有什么连结的 跟选举有什么连结 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之后 已经是一个淡化处理 可是你知道 中美贸易大战 韩国瑜的角度 台湾可以学学瑞士 对 这就是没有新闻了 可是你知道联合报 报戏 联合报戏 昨天 前两天 因为郭台铭在日前有说 不再接受这个 今天日报系的访问 但是他昨天 他前两天专门去拜访 联合报戏 联合报戏 头版头 然后再连做两页的 这个专业 他对于这个郭台铭 跟韩国瑜的差别 你可以有如此之大 就说差别很大 所以最近郭台铭有登上 联合报的头版头 对 然后还有做两大页 两大版 对 你说联合报其实在郭台铭还刚出来的时候 他还是算是挺韩国瑜的一个报纸 他还是比起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东西 他也是算蛮挺韩国瑜的 可是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问 他已经这个把他的版面说成这样了 那你就知道 然后他可能 因为他跟郭台铭之间的恩怨 他就是比较会挺韩国瑜 可是郭台铭这样亲自去拜访之后 联合报就做这么大的篇幅 那你就可以想到 那你告诉我最惨的大概就是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已经到最后一篇 因为问你是项羽还是刘邦了 那项羽跟刘邦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历史的故事 项羽最后是很壮烈 这是失派啦 那刘邦是广捷善缘 然后最后成功了 那你说像中国时报这样的报纸 是不是对于韩国瑜这些东西 是有这个暗示作用的 包括现在这么多人 所谓四路人马的追杀 这个起因在于谁呢 是不是韩国瑜本人做人 太没有包容性了 所谓的暗语包容都是在骗选票的 好 所以 医民放锁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有情势似乎慢慢在扭转当中 非常值得观察 那你看到 他对于中美贸易大战的升温 他是怎么说的呢 台湾可以学学瑞士 这是台湾 他说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把劣势转为优势 找到生存发展的独门绝活 这个调节不好会被中美给碾压 有酒中立国好处很多 有钱人都来存钱 所以特别提到瑞士 来 温朗东 那我们就很有意思了 现在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我们听到他的论述之外 我们看到朱立伦 朱立伦在昨天接受广播节目 专访时代提到的经济的议题里头 中美贸易大战 他认为台湾现在技术人才上 都依赖美国 那中国大陆是台湾的产品的出口地 所以美中贸易大战 对台湾是危机去转机 台湾是非常好的中介者跟调停者 那不用抱着美国的大腿 也不可能完全听北京的 要走一个平衡路线 所以他界定叫做 亲美合中的路线 亲美合中的路线 那至于我们看到郭台铭很有意思 郭台铭昨天是在新竹 他在新竹这个参访时 他提到说 如果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话 我一定会把5G发展 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政策 我想请教 一个叫做亲中 叫做亲美合中 一个叫做中美贸易大战里头 台湾怎么要把劣势转为优势 还说要学学这个瑞士 一个是5G要跟美国进行合作 我们拉回来 敌人打到你家门口了啦 来我们看于平海 于平海的事件 明凤跟朗东都特别有关注过 于平海他是谁呢 双子星这个案子 柯文哲四度呢 呛瞎要求经济部投审会 应该省快一点 甚至最近说 我要去见见苏贞昌 这一家南海控股公司 可能飙下了双子星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双子星开发案位在台北西区门户枢纽 更是台湾国际集新地标 这个众所瞩目的BOT案 金额高达647亿 确定由南海发展公司 取得最优申请人资格 但现在却被踢爆 这间公司的负责人于平海 同时也是网络媒体香港01的老板 香港01的创办人是谁 于平海啊 你看香港01创办人于平海啊 不止你国安局有这个意见啦 陆委会给我们的资料里面也讲 香港01发生篡改六四报导 前置言论自由的东西 我发布报告在哪里 香港01新闻网站时常报导台湾时事新闻 但日前才爆发过篡改六四事件新闻内容 于平海当时也被质疑在幕后介入 香港01甚至还被国安局控管 认定是假讯息来源之一 他都知道南海控股 南海发展有这么多问题 还记得要通过 官员被问到哑口无言 因为南海公司股权结构也是疑点重重 摊开资料从2015年到2017年 中国几董事人数都过半 但却在2018年投标双指心前 赶紧替换成台湾几董事 就是要符合法令 但还是遭到质疑背后有中资背景 因为背后母公司南海控股不止 中国建设银行是股东之一 占股还高达10.38% 12年来就拿中国政府补助25.2亿台币 南海控股12年拿25.2亿 经济部要掩护吗 所有社会遗力 我是希望利用这个部分 要把它离开 我们的股东张中来讲 会不会有一两个是中资 我不知道 主管机关强调会严格审查 调查结果最快6月底会出炉 毕竟金额600多亿的开发案 若是中资介入不止采了法律红线 未来的交通枢纽 还可能被中国跨海掌控 三十九方文 冯仲凯 台北报道 好 台湾面临什么样一个场景呢 敌人是不是已经打到你的家门口呢 所以我们现在说 这些都是因为蔡英文总统执政 所招惹的吗 警战署查到什么 我们看一下恐吓黄光琴 FB里头在黄光琴的FB里头留言 黄光琴一定把你的儿子杀掉 是不是觉得李嘉芬给你钱少了 你跟狗都不如 真的耶 实在是骂得真难听啊 包括对郑梦汝的恐吓 哈哈哈哈 肥什么 我们走着看 我先杀你父母 然后让你全家死 发现这些留言 虽然通过VPN等各种工具 将IP位置伪装在台湾 或者是东南亚 但最初的上网地址 都是在中国 恐吓还包括了高雄市议员的 简幻中他被锁定 听说你言很大 你是不是想你的小孩像小灯泡一样 人头落地啊 天哪 这种恐吓耶 接下来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蒋万安被锁定了 因为呢 他的麦克风 在内政 应该是魏环委员会 没有关 他说多数的韩粉 都是不理性的 就是在跟柯智恩跟李彦秀 私下交谈时的一个内容 麦克风没关 曝光之后呢 他涌进了上万则 非常多非常多 十几万的一个留言 蒋万安我要杀了你 儿子 非函不同 让蒋介石学后代 就可以转型正义 同样 透过VPN 设立脸书 YouTube跟Twitter 伪装成不同的阵影 而且到处留言恐吓 你知道警慎署查出之后呢 发现说他们呢 几乎IP都是在中国 非常恶劣 这些中国的韩粉网军呢 上网地点来自福建 浙江等等 但是都乔装自己是台湾人 例如陈惠文的脸书 写着来自于高雄市 曾经就读高雄 某某商职 经过查证 根本没有这一个人 叫做陈惠文的这样的一个人 根本都没有 所以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势呢 来温朗东 来温朗东怎么看 没错 假韩粉这个事情 我就在这个节目上面 已经有去分析了 因为他那时候 不只是有恐吓 这这个绿营的人 其实他蓝营的人 他一直有在骂 包含说过去陈菊 还有现在这个黄光琴 简幻中 郑梦汝这些 那重点是在于什么 国民党面对这种韩粉 假韩粉的肆虐 他过去都说 这是民进党网军 后来发现这是中国网军之后 通通不敢讲话了 包含说国民党 罗志强 游淑惠 都是把这些责任退给民进党 说这些背后 都是民进党在操弄的 但他发现背后是中国势力的时候 他们怎么不说呢 然后接下来谈到双子星 于平海事情 过去曾经谈到这个多维的 这个杂志 他背后的老板 就是于平海 我还特别买了第二次 因为有一本放在家里 这本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 五月号的时候 你们知道里面讲什么 他在社论里面说 对台湾来讲 要消除对武统的威胁 很简单 就是搞好两岸关系 如果可能的话 要建构持久和平机制 进行谈判 就是要去走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路线 然后接下来他又说 台湾人把统一 当作一回事的时候 可以叫做统一觉醒 他觉得说过去党觉醒 就是觉得有抗中意识 现在也要统一觉醒意识 不然的话 见到黑影就开枪 就叫做统一躁郁症 这个是于平海的这个杂志 随着到传播 他里面最夸张的一段是什么 他还告诉你说 其实长篇大论告诉你说 这个社论 香港在政治历史的人来看 用普世价值的标准来看 香港在政治 这个人自由上 都是改善的 而不是恶化的 他试图帮逐渐恶化 失去言论自由 不断被打压的香港人 他说这个一国两制的成效 这样的一个杂志 他背后的老板是于平海 香港01这个网站 这样前面 假新闻的制造中心老板 也是于平海 也是于平海 双子星背后的出自者 也是于平海 我们很担心是双子星 大家都说是台湾的一个门户 为什么 因为你飞机一下来 监狱出来就是双子星 你这栋大楼 如果完完全全的 被背后的港支 中支所掌控 在宣导一国两制 制造一个标板的时候 你走出来看到的 全部都是十一酌气 全部都是中国的两岸一家亲 还有各种鼓励你去 中国旅游跟文化交流 更包含了 大家都是两岸一家亲 这种言论 这样的一个建筑 这样的问题 我们能够接受吗 是 来 姚老师 庄子星这个案子 因为在台北市长 柯文哲四度希望 可以省快一点状况几下 立法院刚刚所播放 这是在经济委员会 当中的专案报告 徐永明 其实他已经很明显地看出 南海控股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竟然是国安局所认证 并且所监管假新闻来源 香港01的老板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犹豫吗 来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如果柯文哲继续为于平海 拼命地向经济部投审会 要求通过审查 让于平海能够跟台北市政府 合作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双子星案子 将来会是柯文哲 继大巨蛋以后 第二个大破口 因为于平海本人 于平海本人 他根本 他的背景大概许多的香港媒体 都已经报道过 于平海本人 他背后具备中国官方代理人的色彩 太明显了 他的两家公司 公司世上又不健全 其实讲白话 简单地说 他根本没有实力来建造数百亿的双子星 根本没有具备这个实力 如果有这个实力 就是中国的资金全力地在做这些事情 为了要取得台北的一定的地位 换句话说 台湾的警觉性 或者柯文哲政府的警觉性太不够了 对于这个已经被 先不要讲 国安局认证的假新闻网站的负责人 是 像这样子的一个完全不诚实 做统战工具的一个负责人 怎么可能会成为台湾呢 不是台北 台湾地标 未来 他就在活在呢 台湾整个地标的一位负责 一个承包者呢 这是完完全不可惜 不可以置信的 所以刚才立法院的质询 我觉得经济部还算有点警觉性 从经济部的回应 或者国安局的回应 还算有点警觉性 万万不可 这一个受到柯文哲的压力 而放松了对于宾海 这两个企业的 这一个所谓投标者的审查 不但是要有做公司 纯粹商业的审查 是否符合资格 特别是政治性的 根本在背后 是否有中国资金 或中国势力 于宾海只是一个人头而已 这方面我觉得 中央政府有责任 做非常具体深入的了解 小军 我补通一下 因为这里面还有 不能忽视的一个 是中国的法律 它就是中国的法律 有一个强制规定 叫做我可以以债来换股 那于宾海这家公司 要来投标双子金这家公司 它在中国是有举债的 那好 哪一天 一般以我们对台湾法律的认知是 我今天公司我去抵押 跟银行借钱 除非是我债性不良 就是我还不出钱了 它可以要求拿我的股份 公司的股权来抵债 但是中国的规定不一样 中国的规定是 只要我银行团 我提出要求 你就必须拿你的股权来跟我换债务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它于宾海的公司是有负债的 它是有借款的 那哪一天假设你最后让它得标 把双子新盖起来了 当国外的旅客 从桃园搭了机节到台北 一下机节就看到双子新 那是台湾的门户 结果中国的官方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金融机构 其实就是官方的 他跟你讲 跟于平亚公司讲 你手上这个现金债 换成你的股权 那变成中国的官方 直接持有台湾门户建筑物的股权 这还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会建议经济部投审会 我知道他们三番两次 要台北市政府补建 那柯文哲就在那边 故意在那边搞那些 操作一些舆论 但是我觉得投审会 你要求他补建 他如果时间到不补给你 你就把这个案子就直接退回了 你就不用再等了 你就直接把他退回去就好了 这是考验这样的执政团队 面对一桩又一桩 是受到国安的问题 经济部投审会只是一个点而已 遍布在这种 敌人已经打到你家门口了 有时候我看到好像IP只在境外 好了VPN翻墙过来 在台湾制造这个动荡 我们真的是拿它没有办法吗 1124的惨败 创下20年来的低支持度 只有39.2 我相信民党政府 应该会积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否则你怎么去翻转 现在持续还是落后的支持度呢 国民党一旦推出韩国瑜 你不要说韩国瑜 背叛了高雄人 可能落跑了高雄市长 可是他支持度还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很多人想说天哪 怎么办呢 他当选总统 现在跟你说 我可以指定 谁来在我当选之后 在任期没有过半的中国家 谁来参选 所以同样的道理 当中国那边给你摇摇手 来啦来当个副主席啦 这时候你当选台湾总统啦 你也可以指定 谁来代理台湾的总统 是这样子吗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美国 纽约给知名的政论家 他是陈破口老师 画面当中 我们首先看到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 彭老师你等我30秒 我们告诉所有海内外相亲 他就是川普了 川普在台湾时间 今天以非常危险来形容 中国科剧龙头 就是华为 他同时又说了 华为的争议 可以在美中贸易当中来解决 摆明要把华为 当作谈判的筹码 同事人现在很担心 美中贸易战没完没了 因为在台湾时间 今天一大早的 美国道琼一开盘 是收黑 是重错的情形 所以他说很快可以落幕 那我请教的是破口老师 你觉得真的可以收得了场吗 来 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所熟悉的中国内部状况 我们想了解的是 中国这一回真的撑得住吗 中国这一回真的撑得住吗 来破口老师 我想中国方面是讲了很多的大话 从政府到华为公司的任正非 比如任正非讲的话就自相矛盾 他一方面说美国的禁令 对华为不会构成影响 华为有足够的备胎 但是当记者问他说 华为的困难能持续多久 他又说这个问题要去问川普 不要问我 意思就是说 川普的经理能够持续多久 华为的困难就能持续多久 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 华为不仅出现了供应断槽的问题 供应链断槽的问题 而且出现了销售链断槽的问题 供应链方面 美国公司带头中断 对华为的零部件和技术的支持之后 其他国际上的其他公司都纷纷地跟进了 像英国的公司或者德国 还有其他很多的公司 那么现在销售链有出现了问题 亚洲很多国家 新加坡 台湾 菲律宾 都已经表示不再会销售华为的新手机 然后在欧洲的国家也是这样 像在西班牙已经是短短时间 就一万五千多用户要求来退货 退华为的手机 然后欧洲的像英国和其他国家 英国的两家电讯商已经宣布 就停售华为的新手机 日本的三大电讯商也宣布停售新手机 那么改变这个销售计划 所以华为在海外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它最多就还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上撑住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也非常着急 中国当局表面上嘴硬 实际上是鸭子死了嘴硬 因为他们表态的 他们在向川普暗中在求情 一方面习近平跟川普的热线并没有中断 通过某种渠道仍然在运行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商务部 和外交部长的表态都非常有意义 外交部长王毅前不久跟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通了电话 在中国只报道了王毅讲什么 没有报道蓬佩奥讲什么 后来终于在国外的媒体上看到了全文 实际上王毅向蓬佩奥求情了 他说美国对贸易战升级和华为的禁令 已经给中国和中国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这是中国政府在国内没有承认的 在他的媒体上没有承认 他已经造成严重损失 然后说要求美国有所克制 就是说美国不要做得太过分 不要把我们逼到直角 另外美国中国的商务部和外交部都表态 说谈判的大门是敞开 然后外交部在昨天的表态说 说我们希望美国回到谈判桌 这个态度是认真的 这实际上在下国求情 另外他们说关键的话 说总体上希望复会和平衡 但是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平等 这证明并不是美国要一个不平等的协议 是中国继续保持不平等的一个协议 其中就包括法律方面 因为他不愿意 最大的争议在于中国政府不愿意修改法律 来回应对应全面的美中贸易协定 因为修改法律意味着对美国企业要公平 美国企业在中国所享受的待遇 市场条件和法治条件 跟中国企业在美国享受的市场条件 法治条件的待遇对等 而且其他国家的企业 包括台湾的企业 也要享受同等的法治和市场环境 尤其是中国的私营企业 民营企业要享受这个对等的待遇 中国政府不干 为什么他不干 他只想对美国保持态度 保持这个同意 用行政手段 对别的国家不认可 对中国的民营企业 市营企业尤其不认可 因为中国政府认为 一旦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市营企业 掌握了经济自主权 那么进而可能掌握政治上的自主权 因此一党专政的保持 是中国政府的最后的底线 如果说一党专政 他不能保证的话 他一切协议都不会签 但是他现在向美国求情 有可能他会松斗 所以川普总统所表示 若干意向来自于内部的信息 那就是在六月份 在大阪所举行的二十国峰会上 习近平有可能再一次向川普求情 那么华为的命运 有可能像中心那样 那么是不是习近平向川普求情之后 得到一个惩罚性的另一种待遇 这个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好 惩罚性的待遇 汪杰敏已经来到我们现场 汪杰敏认为很难撑得过一年 那我们昨天特别提到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是不是就此出局 因为真的看不到未来 冲击性太大了 破空老师特别提到日本 欧洲 欧洲包括英国的安摩 这个手机大厂也有行动了 通通我跟你都不任何往来 更不用说提供任何资源 当然这里头跟进的就是Google Google跟进全面封杀华为 日本Panasonic 通通大家都有行动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我请教破空老师 那请问一下 现在美国跟台湾 处在什么样的关系 画面等我们所看到是美国军舰 昨天台湾时间再度透过了 国际的相关的报道里头 传达出这个消息 因为在台湾海峡再度现身 而且是美国的国防部 也包括跟台湾 我们先后做出这个宣布 包括了海军普瑞布尔号 这种神盾的驱逐舰 包括迪尔号补给舰 就在前天行进台湾海峡 这是美国军舰 今年来第五度穿越台海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军舰航行台海之举 变成以及是常态化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指挥官 公开表示 那除了这样之外 包括的日本 协同像日本的出云号 直升机护卫舰 还有印度加尔各达的驱逐舰 菲律宾的海军巡逻舰 通通一起出航 等于是通过了 第七舰队的指挥官 宣布的是四国联手 在5月2号跟8号 的确通过南海进行军演 来我请教的是破红老师 所以呢 台美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关系 由这样的一个联合操演 对外公布 传达出什么讯息的破红老师 这里面这三件事 如果不是美国第七舰队 发布的话 中国政府不会对中国人民去发布 是隐瞒消息 尤其是对四国舰队 5月62号对8号的演习 说明中共当局非常的心虚 怕中国人民知道之后 它在事件上 所面临的孤立的处境 和美国对它的禁逼 首先美国跟台湾的 美国这次派出两艘军舰 在5月22号穿越台湾海峡 是本年度的第五次 也就是从美国穿越台湾海峡 军舰穿越台湾 已经从每年一次 每季度一次 密化到 频率到每月一次 这是美国关系提升到 历史高度的一个 有力的象征 而这次美国两艘军舰 穿越台湾海峡 正值台湾的近五年 最大规模的军演 同时上演 5月22号在花莲外海 台湾有24艘的军舰 22艘的战机 做最大规模的军演 我相信在这其中 美国军舰跟台湾军方 进行了互动 进行了秘密的互动 甚至有可能进行协同的演习 实际上据我所知 据外电西方的媒体所报道 实际上台湾的军方 跟美国的军方 恐怕在很多程度上的 军事演习已经展开 只是没有公开的预议 披露和报道 而中共为了供权颜面 也没有说穿这些事情 尽管表面上 以意料船的方式 以那种海上收据的方式 但是我想 军事层面的双颠 美台军事演习 已经拉开了帷幕 所以这是一个敏感的时刻 另外刚才主持人提到 那四国的演习 美国、菲律宾、日本、印度 演习是五月初 但是最近前两天又有一个事故 就是美国跟澳大利亚 跟日本和韩国 韩国首次参加了 美国的在西太平洋的联合军演 这些联合军演的姿态 都是完全对着红色中国 巩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 和平与稳定 尤其是台湾的环节 我想美台关系的提升 和美中关系的全面对抗 是相辅相成 是一生一将死同时发生的 这个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在美国国会不断地推出议案 像现在的参议员 露比奥和其他 总共13名跨党派议员 又提出了一个方案 要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 扩张行为进行层治 这个层治就是设计 有关的人员和公司 他们不回复得在美国的签证 同时如果在美国有资产的话 会受到冻结 任何参与南海东海攻击性行为的 扩张行为的中共官方人员 军方人员和相关的所谓企业人员 都会受到制裁 那么接下来我想在台海方面也会推进 如果下一步的 我相信国会会推出相应的法案 如果中共继续对美国 对台湾进行军机导台 直接的武力恐吓的话 有关的武力恐吓的人员 和有关的这些单位 恐怕会受到美国的直接制裁 所以美国是完全加大了 对中共红色中国的打压 对台湾的协访 这都是在美中贸易战 美中科技战 然后开辟的新领域 就是军事努力 全面的冷战 甚至于可能上热战的方向发展 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我想台湾在这个时候 紧急行动跟美国协访 反制中共的武力威胁 反制所谓的武统的威胁 这个可以说是正式时候 绝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之意 好 谢谢破坑老师 破坑老师这边还有没有其他补充 我们这边做个预告 再 谢谢 OK 破坑老师即将会回到台湾 应该在5月31号 如果顺利的话 可以来到新台湾加油 跟所有海内博相亲 以不同的方式在摄影棚 大家共同面对面 谢谢破坑老师跟我们进行连线了 谢谢昨天坐在民凤这个位置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 整战中心执行长苏紫云博士 他特别提到 在中美的贸易大战 实际在开打的同时 美国出重拳不只是贸易战 事实上包括军事跟科技大战 全面的重击 就是剑指中国 那对台湾来讲 何尝不是应该以这种积极态度来面对 所以不管是说 郭台铭说美中贸易大战 这个5G跟这个美国合作 或者是韩国瑜所讲的 应该要学学瑞士 这个恐怕都不是关键所在 重点是 美中贸易大战在开战的同时 台湾你究竟是美国队 还是中国队 台湾你的抉择是什么 目前最新态势 他希望可以赶快很快的落寞 台积电被认为会不会是压垮 这个美中贸易大战的最后一根的稻草 台积电的态度真的非常重要 从昨天他认为说 在这一波的金元代工龙头的台积电 他的态度是说 现在我们建立很完整的出口系统 而且目前都是一致合乎 法规的状态底下 台积电不会改变现在的出口方式 而且对华为的客户出口也不需要改变 另外台积电也认为将来会持续投资台湾 那我想请教的是 他现在供货给海思嘛 对不对 海思是华为集团底下 海思半逃底的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晶片的设计公司 他在华为集团底下 在2004年建立的同时 总部是在广东的深圳 现在在北京 在上海 在成都 在武汉 西加坡 韩国 日本 美国 细股通通 包括瑞典都有分布 怎么看台积电现在的态度 今年已经有来自于工商界说 政府你不要介入太多 让企业界自己决定就好了 来 这是应有的思维 马拉王姐 是的 当然今天台积电说法完之后 今天台股在盘中是稍微直稳的 多党曾经因为华为概念而下杀股票 今天纷纷都得到反弹 当然我相信台湾的产业已经很清楚了 跟着美方走是一个确定 也就郭台銘所说的 5G要跟着美国走 我相信他有深切的痛 好 我们就讲到台积电 台积电法说非常精彩 那么其中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谈到下半年的状况 是依旧良好 第二季的成型单也没问题 可是他很关心说 那跟海思的关系 是透露出一个不寻常的讯息 等会我也可以联系到 川普所说的内容 他说第一件事情 海思没有撤单 就是他没有把这个单给撤走 所以他说 如果今天真的遭受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把他这个解读 你真的遇到这么大的灾难 海思应该要撤单 就海思到目前没有撤单 第二件事情 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 目前不是说多家的晶元 晶片公司不再供货给中国了 所以中国华为 那理论上面 这个晶片的公司 应该要把单给抽走 不是这样吗 结果通过没抽走 也就是说当时我们谈到 像高通 Qualcomm等等 两大堆公司 还有Clovo 这些公司 他们其实都有找台移电代工 而且台移电也知道 这些晶片绝对是出给华为 因为他有一定的规范 他有一定的资讯来做追踪 他发现到这些美商公司 根本没抽单 好了 这些美商公司没有抽单 你为什么要有台移电抽单 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 难道川普在玩两手游戏吗 当然我们必须说一句话 有一个90天的限期 我们就来解读 其实在过去短短的这18个小时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在12个小时里面 川普说一句话 贸易战很快就会结束了 他说他会跟G20的时候 跟习近平见面 这句话抛出来的时候 正好就是废城半导指数 正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讲完之后果然就稍微止跌了 当然他可能觉得这句话 好像讲得太友善了 马上又补了一刀 叫做华为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 先讲贸易战很快结束 接着他说华为非常危险 在这句话后面的4个小时 马上补了这句话 马上他觉得不对劲 这样讲好像不对 马上蓬佩奥也出来说话 他说这家是一个很糟糕的公司 是一家恶持的公司 再对华为再补一枪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关键18个小时 怎么双方的言论这么的有趣呢 好我们继续来 原来关键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知道 这个人就大家知道春帖卡 所以应该对台湾 就是永远表情就是 很冷漠的表情 那他最近有点囚牢的这个言论 当然就大家知道春帖卡 春帖卡对台湾永远表情 就是很冷漠的表情 那他最近有点囚牢的这个言论 在这两天也说了 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 跟美国谈判了 而且愿意赶美国 购买美国更多的商品 你不觉得这句话 是老调重提吗 好了这句话当然就在解读说 现在还有效吗 当然没效 你讲了好久了 当然没效 我们也心知肚明 这个图你应该有记得 当然在讲第一波的战斗的时候 就谈到美国的大豆是重灾区 确实去年的大豆价格崩跌 那么后来反弹最近又崩跌 而且跌破了十月份的价格 这件事情川普紧不紧张呢 当然紧张 电子领主件对中国已经产生了效应 就是中国的这个产业 已经产生了失业潮 甚至无薪价 甚至有一千万的人失业 甚至预估可能当然到一亿人口 可是反推回来 就是我说费城半样指数 在过去五天 以跳水的方式往这个跌 这是很恐怖吧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对川普来说是非常担忧了 如果股票继续跌 会不会造成广大的 因为你知道美国人 他们现在退休金 都跟股票市场连结 而且他买的股票就是买高通 就是买苹果 就是买Amazon 就是买思科 就是买这些 他们觉得大公司可口可乐 可是问题是 这些公司一旦下跌的时候 连结到就是美国退休基金 所以对川普来说 这件事情他很忧虑 而这事实也告诉我们 确实股票跌幅非常惊人 不过我要透露一个消息 这叫做恐慌指数 恐慌指数今年至今年以来 竟然是下跌的 就是市场也没那么担心 但是股票却这样跌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实背后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说的大豆 你看到大豆价格 最近 OK 这是月线图 所以你看到这是从日期 是从2017年的1月份开始 你看整个大豆价格是持续下滑 而且现在价格已经跌破了 这10月份的价格 那这代表什么事情呢 非常可怕 因为现在是 自从过去的时间 这也给台湾做个建议 因为我们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 大豆价格非常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 中国为了拉拢美国的关系 所以大量的买进 这个美国的这个黄豆 因此美国农夫呢 就开始买土地啊 买设备啊 就肥料价格就上涨了 农地价格也上涨了 鸡具价格也上涨了 所以套牢了一堆农夫 农夫心里想说没关系啊 我怎么套啊 我只要把黄豆卖到这个中国 我钱就赚回来了 就没想到这件事情一发生了 目前已经有多位这个黄豆的农夫呢 选择亲生的事情 那么指向华为的同时 那台湾你的态度真的非常关键 好 那持续锁定 新台湾加油 我们下周同时再会咯 拜拜